不论怎样高超的调剂,施展的前提都是水里有余,不然任你耳料状态开得真好。 瞧调再精确,浮瓢还是像定海神针一样,被焊在水底,然而人类无法通过肉眼,就能观察到水底的状况,那么该如何判断是水里无余,还是余不咬沟呢? 判断水里是否有余,要叫洞其全部的感官,像老中医一样望,闻,闻,切,望,换水色,便于行观水色,俗话说,水清无大余,浑水好藏余,在沟河中垂调,适合垂调的水色都是淡绿色,淡蓝色或淡青色,如果水草较多则水色比较清淡,而池草中是淡白色,淡褐色,淡绿色较是一座调, 若是水体成淡黄色,一般水下鲤鱼缺多,因为鲤鱼有供逆的习惯,若是淡绿色的一般草鱼多,所以您皆有绿汤吊草,黄苍吊礼的说法,便于行,每种鱼的鱼心都有所不同,在准确判断每种鱼心前,先要分清鱼心和脚气的区别,鱼心本身还有鱼儿的粘液,因此浮出水面不易破裂且气泡大小均匀,并且浮出的温暖, 位置也不是固定的,闻闻水气,听水声闻水气,有吊剑桨,岸边水星气,垂轮好运气,垂掉前站在水边秀一秀水面上吹来的风,如果有星气,一般是有鱼的,如果星气较浓,一般鱼的数量也不会上,听水声,鱼在水下游动,碰见障碍物常会改变游向并加快游动速度, 甚至跃出水面,中上层鱼受到惊吓也会翻身出水,泛起水花,如果平静的水面上无风无浪,突然泛起波纹或浪花,多位上层鱼用鱼,翘嘴等于活动所致,而鱼在引起水面发生繁华的现象时,通常或跃出水面,但在进入水中时鱼的尾巴会拍击水面, 引起啪啪的声响,问,问钓友,最直接的方法是问,可以询问附近生活的人,这片水鱼的水情,如果恰好有钓友在做钓,可以询问下鱼情,或者观察他们的上鱼情况,若其他钓友都上鱼了,那么就要考虑是否是自己的二两位行,先组大小出了问题,针对于情急事做出调整,且检查自身原因, 一,若没有条件判断水中是否有鱼,那么可以用排除法,一般来说,以下几种情况容易造成浮浇没有鱼讯,或有口不上鱼的情况,一,耳料围形和状态若耳料未行不对路,通常表现在感觉窝中雨偏杂,乱,鱼只在窝边游动,不进窝中时耳,另外还有耳料状态的问题,耳料过松,还未到底就融化掉了, 导致钩尔到底只生空钩,二,窝量是否大的过重,过后打在天气热的时候,随着气温升高,窝量发酵,氧气被大量消耗,窝中严重缺氧,鱼儿大多在窝上或窝边穿梭,不爱进窝,偶尔进窝,也不咬勾,三,线组不适口,此线过粗,过硬,不利于索尔, 特别是对那些被钓过多次,钓垮的鱼儿,钩子过大,鱼口小心不去,钩条过粗,鱼体小吸不动,这准重了,掉度过多或陷入淤泥,四,鱼层是否起了变化? 在垂掉中鱼层因为天气或掉法的变化,改变,了开始活动的水层也是常有的事,如果鱼层降乱,我们还可以实施掉川层,尽量把鱼控制在一个水层。